走吧 坐我的车 我们三个人去派出所 录个笔录 我们自己有事 你看 我们才是受害者 再说 我们有委托说的 是替客户办事的 他们全都在手 还行 就是有点肿 没事的 什么还行 你又不是医生 你怎么知道没事 你看你这样说话 肯定是没事的 懂吗 你怎么办 坐我的车 我们三个人去派出所 录个笔录 我们自己有车 坐谁的车不都一样吗 我还有话跟你去说呢 那就更没必要了 你有话要跟我太太说 那就坐我们的车说 时间不早了 你早去早回 你身份证还在我这呢 我对插租别人的感情 不感兴趣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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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快饿死了 你怎么了 这车坐得不舒服 现在下车也来得及 是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上车的 是我的车 曹律师 你不说有事跟我说吗 我想跟你谈一下债务清偿问题 债务问题你要去找庞定芳啊 找我干吗 你们这两天再做 夫妻共有资产的调查吧 庞定芳的刑事罪 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如果现在积极偿还债务 刑法上还是有商量的预定 债务问题是庞定芳一个人惹出来的 与我的委托方无关 可是这些事情 发生在他们夫妻婚姻存序期内 庞定芳和蓝总是夫妻 她很难从她享受到这一切当中 剥离出来 婚姻中 夫妻不光要一起共同享受利益 还要共同承担责任 一方犯错 不可能立马就抛弃吧 这就好比你丈夫失业在家 也不可能因为她失业在家 就立马跟她离婚吧 无非你的长舍夫 夫妻间的共同责任感 不仅是对彼此 还有对社会 对债权人 蓝总 替洛威玉兰占过她 那些受害人就是对她的信任 对玉兰集团的信任 才陷入到这场骗局当中 你这样说话我不爱听了 生意场上 只谈利益 你不能吃了亏就跟我谈感情吧 那之前你们得到好处的时候呢 也没见你给我的委托方分红吗 还有一点我要说明啊 我的委托方是否参与了 洛威玉兰 这件事情由相关机构调查结果为准 你说的不算 还有 整件事情里我的委托方是最大的受害者 让她替庞宁方承担那些债务 不可能 你们要是这个态度的话 那些债权人肯定不会满意的 如果你们现在积极偿还债务 我至少可以保证 她现在其他的企业 能正常运营不受到干扰 否则她所有的企业竟然被封动 等到婚姻判决输之后 这些企业也得要申请破产 你什么意思啊 你威胁我 看车